欢迎来到小九聊剧,今天小九带来 意下之复仇千金 第106至111集 吵架没有隔夜愁,乌山云与自会情 惊吓被吻得晕头转向 他早已没了力气反抗 索性放纵自己一回 两人纠缠在一起 恨不得将彼此揉入彼此的体内 那一刻,一切的烦恼都消失不见 他们的眼中只有彼此 热吻中的两人 不知何时来到的床榻前 惊吓也不记得自己是如何躺在路易身下的 待他反应过来时 衣衫早已消失不见 他不禁鄙视自己的没有抵抗力 竟然这般轻松的便被他拿捏了 路易发现惊吓的失神 惩罚般地咬了咬那颗小樱桃 吃痛的惊吓脱口啊了一声 瞬间又被路易带回这修人的运动中 只听见他性感又勾人的声音响起 看我 多么霸道的言行 奈何惊吓根本无法拒绝 因为这个可恶的男人早已占领城池 此时此刻若他稍微摇一摇头 那接下来便承受所有的狂风暴雨吧 可他却忘记了 路易哪里是一个按照常理出牌的主 他深情的凝望 早已让他迷失了方向 他就像一位手握宝剑的战士一般 在战场之上驰骋着 时而策马奔腾 横冲直撞 时而漫满而行 流连忘返 他手掌中的茧子 如同一个俏皮的孩子般 在筋下柔软细嫩的皮肤上游走着 留下片片的红韵 狡猾的茧子 偶然间来到小樱桃之上 他惊喜地发现身下的女子有了异动 他的身子不自觉地扭动起来 这让他一度很兴奋 不禁把玩起来 他动情的模样 让他一度很是痴迷 沉迷其中 无法自拔 路易只觉得千军万马向他奔来 让他下意识地将他拉到自己的身上 在他的带动之下 他驾马飞驰起来 嗯 啊 两人不约而同地发出美妙的声音 在流水声的完美衬托之下 结束了这场酣畅淋漓的战斗 惊吓香焊淋漓地趴在路易的身上 感受着他温热的体温 此时此刻 他什么都不想说 什么都不想想 只想这样静静地趴在他的身上 感受着眼下的美好 路易不停地抚摸着他光滑的背 小气片刻后 略有些恳求地说着 把你的余生交给我 可好 惊吓动容了 眼泪不自觉地滑落 滴落在路易的胸膛上 他依旧没有回答 只是闭上了眼睛 阻止眼泪的滑落 路易不再逼迫他 不再为难他 紧紧地将他抱在了怀中 尽他所能 抱住他 这是他目前唯一能做到的事情 次日清晨 今夏早早地变起了床 昨夜地放纵 使得他双腿酸疼男人 可他还是坚强地爬了起来 穿好了衣衫 看着依旧躺在床上 色眯眯望着自己的路易 他便气不打一出来 随手拿起了一支朱钗 毫不留情地射向了他 路易微微抬手 接住了朱钗 笑着调侃 你这是要谋杀亲夫吗 今夏撇了撇嘴 说道 你是谁的夫 你的聘书上写的是谁 我可是袁今夏 陆大人莫要搞错了 你这是吃干抹净了 便不想认账了吗 昨夜的你 可是热情得很 路易一犹未尽地说着 谁热情了 你快起床 一会小丫鬟 来了怎么办 今夏掉转过身子 不再理会路易 就算不来 他们也知道 我们都干了什么 你这是欲盖迷章 路易一边说着 一边开始穿衣 不再逗弄今夏 免得将他逗生气了 今夏忽然回眸 略有些严肃地问着 对了 李润回来了吗 有他的消息吗 你就这样担心他 路易酸酸地说着 所有的证据 都在他的身上 我当然担心他 若是他出了什么意外 我们岂不是要 要前功尽弃 他失联了 失联了 怎么回事 在什么地方失联的 今夏紧张地问着 那日我们分开后 我让暗卫暗中保护他 可后来遇见了 严世波的人 暗卫与严世波的人 搏斗后 便再也找不到他了 不行 我要去找他 今夏激动地站了起来 急匆匆地 要去寻林润 路易飞身向前 立刻拦住了 今夏 巧声说着 不可声招 我已经让好友去寻了 为何不出动 锦衣卫 莫非你是想要提醒 严世帆 证据 接在林润手中吗 我倒是好奇了 既然严世帆认为 证据在我们手中 为何我们平安回到京城 他到这般淡定了呢 难道不怕我们告发他吗 你怎知他不怕 严家最近 与朝中大臣走动频繁 我怀疑他是在做最坏的打算 当然 他也抱着侥幸的心理 那就是 地下依旧信任严家 自从父亲过世后 陛下对路加 便不似之前那般信任 反而对严家的依赖越来越强 没有十足的把握 我们就算证据确凿 也无法扳倒严家 这些年来 多少大臣企图告发严家 皆未成功 私材铁矿 也练兵器 与倭寇勾结 这些还不足以定罪严家吗 惊吓的脸色越来越阴沉 他越听越生气 满腔的怒火 瞬间被激发起来 路易揉了揉惊吓的碎发 宠溺地说着 傻丫头 严家到底能不能被定罪 证据不是最重要的 而是陛下对严家的看法 才是最重要的 若陛下对严家产生忌惮之心 就算没有这些证据 我们照样可以办了严家 那现在怎么办 真的就无计可施吗 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不急 只要东风燃起来 严家便插翅难逃 东风 何为东风 陛下最恐惧什么 什么便是东风 路易双手背后 故作神秘地说着 惊吓的眼睛忽然亮了起来 他貌似想到了什么 心中有疑 却没有继续追问下去 有些事情 不便多言 隔墙有耳 多一个人知晓 便多一分危险 路易看了看惊吓 淡定地说着 走吧 我们去和母亲一起用早膳 啊 今夏有些心虚 默默地垂下了头 啊什么呀 走了 路易不给今夏拒绝的机会 静止牵着她去见母亲 路夫人看着自家儿子 和今夏一同来到自己的房中请安 心中说不出的无奈 她以为自己苦口婆心地劝戒后 两人能够有所改变 谁料 不但没有分开 反而越发如胶似漆 昨夜的种种 她已然知晓 小丫鬟将屋内两人的动静 全部告知 哎 若是两年前 她一定会很高兴 可如今早已物是人非 只能说造化弄人 相比较于路易的坦然自若 今夏略有些心虚 昨夜 她明明说得那么理智 可今日 却食言了 路易一边给今夏夹菜 一边对路夫人说道 娘 明日起 我和夏夏便不过来请安了 我们有些公务要处理 最近一段日子 您不要外出 待在府邸 陆夫人连忙问道 耶 可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最近 言家处处与陆家作对 只是不想让你为此烦心而已 好 我都听你的 路易得到母亲的许诺 放心许多 随后 又对着今夏道 你陪我去趟吴家 吴家 今夏和陆夫人皆震惊了 陆夫人担心路易做傻事 小心翼翼地说着 翼儿 吴家对陆家有恩 你可不许乱来啊 娘 放心吧 我有分寸 可今夏却不放心 她立刻拒绝 我约了杨月 没时间 你还是自己去吧 杨月现在在福建 你如何约得她 陆毅直接拆穿了今夏 继续道 不要想那么多 带你去见一个老朋友 陆夫人见儿子坚持 连忙上前说何 既然如此 夏夏你就陪她去吧 正好帮我看着她点 不要让她乱说话 娘 我会的 在陆夫人的助攻下 今夏和陆毅来到了吴家 她心底有些打触 想着陆毅和吴家的联姻 心中难免有些不自在 然而 当她看到来者时 整个人都震惊了 吃惊地 看着对面的男人 问道 怎么会是你 吴病笑着道 为何不能是我 我只是没有想到 今夏的脸色逐渐地好转 露出了久违的笑意 吴病瞥了一眼陆毅 又瞥了一眼惊吓 调侃道 陆毅 今日你怎么有空来我这里 不会是为了向嫂夫人解释的吧 陆毅白了一眼吴病 傲娇地说着 深正不怕影子歪 我不需要解释 不需要解释 你来我家做什么 陆毅倾咳一声 心虚地说着 自然是有正事 阿湘可有消息传来 吴病笑着道 你自己联系她 问我作甚 她的消息 一向是吴家最先知晓 那你去问舍妹 莫要问我 吴病故意调侃着 今夏若是再听不出问题 关键所在 那她便是呆子了 这是陆毅的一贯套路 有些时候 她想要解释 可她偏偏不直接说 而是让你看到 毕竟 亲眼看到的事情 往往比口里说出来的 更有说服力 她无奈地笑了笑 可这笑容中 却多了几分喜悦 正在这时 门口传来一声娇柔的声音 阿湘还有一日便到家了 今夏抬眸 只见一个身穿淡黄色的女子 狂狂而入 五官娇俏可人 富如宁知 让人忍不住多看了两眼 吴病看见自家妹妹 笑着调侃 这阿湘呀 一向重色轻友 女子白了自家兄长一眼 说道 哪有哥哥吐槽妹妹的 我哪里有吐槽妹妹了 分明是吐槽别人 这还没嫁呢 就帮着她说话了 女子脸瞬间红了 搅动着手里的帕子 娇滴滴地说着 懒得理你 陆毅健壮 说道 既然有了阿湘的消息 那我便先行告辞了 说吧 牵着今夏的手 离开了吴家 今夏笑盈盈地 瞥了一眼陆毅 问道 你带我来这里 不是为了打探消息的吧 而是为了告诉我 吴家妹妹喜欢的是沈湘 对 所以你现在可以安心在陆家住下了吧 我一直都很安心 今夏口是心非地说着 那就好 既然吴家妹妹喜欢沈湘 为何还要和陆家定亲 今夏好奇地问着 没定 只是双方家长有一联姻而已 哦 所以你没有直接反对 是因为沈湘对吗 是 沈家因为告发严是番遇害 吴沈两家门不当户不对 眼下不能结亲 吴月担心自己会嫁给别人 便私底下让我假意应成此事 只要我们能拖到沈家沈渊得雪 吴伯伯自会同意沈吴两家的婚事 你就不怕最后取得美人归 这个玩笑不好笑 陆毅沉声道 好 知道了 有了陆毅给的定心丸 今夏宽心许多 他不似之前那般拘谨 不似之前那般心虚别扭 相比刚入府时 心情好转许多 以至于夜里 他竟有一丝丝的主动 果然 女人的身体 要比口更诚实些 自从有了肌肤之亲 养人便也不再扭扭捏捏地克制 夜里 自然而然地缠绵在一起 惊吓地主动 让陆毅体会到了 前所未有的快乐与满足 以至于第二日起的 要比平日晚许多 家中的丫鬟小思看在眼里 默默剔露大人感到开心 陆夫人直呼自己老了 有些事情管不了了 也不想管了 陆毅不以为意 依旧是那般的放肆 又或者说 这一切皆是他刻意为之 他也是间接告诉府邸的人 今夏的重要性 让府邸的人不敢轻视今夏 他就是这般 有些事情不愿说出口 却用实际行动 告诉众人一切 带给了今夏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宠爱后 他方才安心地去处理政务 今夏在陆家焦急地等待着 等待着临任的消息 他有些担心 担心临任的安危 担心证据是否能够完整地被带回来 严世帆太过于狡诈 这些年 朝堂之中前前后后 有那么多大臣弹劾他 皆无疾而终 司机此处 今夏面露愁容 心中越发不安起来 忽然 曾夫来到了小院 对今夏道 夫人 大人让我告诉您一声 林大人回到京城了 林润回来了 可有受伤 病位 可带着证据回来 是的 林大人正在起草弹河之书 大人让我告诉您一声 今夜他便不回来了 留在林府护林大人周全 应该的 你告诉路易放心 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大人让我留下来 保护夫人 不必 你去帮助他 夫人 大人之命不可为 若想要大人安心 请夫人让我留下 好 今夏不再拒绝路易的提议 安心地让层服留了下来 这一夜 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 他在屋内来回踱步 脑海中早已乱成一团 他担心路易的安危 担心林润的安危 担心严世帆不能受到应有的处罚 层服站在屋外 看着屋内的身影 好心地与其聊天 以缓解惊吓的不安 夫人 你要不要吃点水果 大人说你喜欢吃桂园 我吃不下 你陪我聊聊天吧 夫人想聊什么 聊聊路易吧 你跟他多少年了 层服想了想 回到 我跟大人已有九年了 为何会对他这般忠心呢 属下最初是陆指挥使的部下 指挥使大人不放心三公子 便让我暗中保护三公子 与其说保护 不如说是监视吧 指挥使不放心三公子 担心他会冲动惹事 可即便如此 在一次出任务时 三公子不顾自己的身边安全 救了我一命 那一刻 我便发誓 我要一辈子追随三公子 惊吓笑笑 自嘲地说着 你比我懂得感恩 他救了我这么多次 可我还总是埋怨他 不理解他 气他 夫人和我不一样 夫人与大人是夫妻 大人为夫人做任何事情 都是心甘情愿的 不能因为他是心甘情愿的 我便认为理所当然 待此事了结 我该对他好些 大人若是知道 夫人这般小 一定会很开心的 惊吓和层服闲聊着 打发着这难挨的夜晚 夜是那么的长 尤其是等待的夜 格外的长 惊吓抬眸望着漆黑的夜空 心中说不出的憋们来 忽然 他听见了稀疏的脚步声 正悄悄地往院子的方向移动 他和层服两人对视一眼 立刻拔出了腰间的刀剑 进入备战模式 训练有素的黑衣人 请客间便包围了院子 静止朝惊吓攻击过来 与此同时 暗处的锦衣卫一拳不出动 与黑衣人打斗起来 然而 这次的黑衣人 显然是有备而来 他们先是派出一批黑衣人 引走了暗处的锦衣卫 紧接着 大批量的黑衣人 再度涌了进来 看来 严氏帆这次是不抓住惊吓 是不罢休 惊吓看着一批又一批的黑衣人 对着身侧的层服道 我绝对不能落入严氏帆的手中 若我不小心被抓 立刻将我射杀 不可 这是命令 岑校卫 我且问你 天下黎民百姓和个人荣辱 哪个更重 沉浮皱眉 不肯回答 你既不回答 心中便已然有了答案 若我落入严氏帆手中 她势必会威胁陆毅 那么想要扳倒严家 便不知猴年满月了 若我死了 陆毅便可以心无旁骛地去与严家抗衡 夫人若出了意外 大人不会独活的 呵呵 惊吓笑出了声 继续道 岑校卫 你怎么这般天真呢 陆毅会伤心 可时间是最好的良药 她终有一日会痊愈的 你若心中有大意 便应知晓 这是最好的办法 沉浮面露痛楚 最终只能无奈地点头 好 我答应夫人 这便对了 若我出事 不许告知陆毅 直到严家被扳倒 好 今夏得到陈毅的应允后 便没了后顾之忧 如同换了一个人一般 眸色星红 与黑衣人打斗在一起 出手狠立 与她温婉的外表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陈毅见今夏招招要人性命 那一刻 不禁有些愣神 她终究是 低估了眼前的女子 难怪大人喜欢她这般身 她的举手投足间 像极了大人 今夏和陈毅杀红了眼 可终究是寡不敌众 养人的体力慢慢透支 黑衣人却如同蚂蚁一般 一批又一批地涌入 今夏嫣然一笑 开玩笑般说着 曾孝未 看来今日便是我奔赴黄泉之日 记住我的话 你只管说我被灵神医带走了 藏匿好我的尸首 莫要告知陆大人真相 直到严家被灭为止 陈毅面露难色 她竟有一丝丝后悔了 不该答应今夏这个要求 以至于她现在有恃无恐 可她又能怎么办呢 今夏趁着层服发愣之际 直接冲到了北面 对着黑衣人喊道 你们不是想要抓我吗 有本事跟我来 黑衣人见状 立刻奔向了今夏 暂时放过了层服 今夏拿出了手冲 对着黑衣人便射击起来 黑衣人首领 见迟迟抓不到今夏 便想着先将其打伤 再将其带回去 她手持宝剑 趁着今夏不备 对着她的胳膊便刺了过来 今夏自视看出黑衣人的计谋 她微微侧身 直接将心脏之处 对准了黑衣人的剑间 黑衣人想要收回宝剑 却已来不及 说时迟那时快 只见一抹墨绿色的身影冲过来 静止挡在了今夏的身前 替她受了那一件 院子内瞬间涌入大批量的锦衣卫 将黑衣人团团围住 今夏震惊了 不可思议地望着躺在地上的男子 怎么会是他 他为什么要救自己 鲜血不停地从男子的胸口一出 层服的一具指挥使大人方才 将今夏拉回现实中来 他立刻从怀中拿出了止血药 喷洒在男子的伤口之处 可奈何伤口太大 鲜血根本无法止住 今夏对着层服命令道 去准备些热水和干净的布 我替指挥使大人拔刀 陆京摇了摇头 虚弱地说着 弟妹 不必慌张 我知道 我快不行了 你为什么要救我 今夏不解地问着 陆京淡然一笑 结结巴巴地说着 当年 举报下家的那封信 是我呈给陛下的 我祖父一事清白 你为何要这般呢 呵 一事清白 弟妹 你是女子 有些事情你不懂 能当上首辅之人 又怎会一事清白呢 我知道 这话不该与你说 可 现实便是如此 无期被下家逼死那天 我便告诉自己 不会放过下家的 所以 你便陷害我祖父吗 不是陷害 我不过是让 狱中之人说了实话 其实 那封信 不过是一个借口罢了 若是陛下不想动下家 那封信 根本起不到什么作用 你为何要同我说这些 叶儿是拿命在爱你 我不想因为我而 导致你们夫妻离心 你消失这两年 是陆毅最伤心的两年 每每看到你们闹别扭有隔阂 我心中便自责不已 别说了 前程往事待你好了再说 眼下我是大夫 你只管听我的辩识 陆经见经下 要给自己拔刀 他忽然抬臂 重重递将刀 又插入自己的心脏几分 用仅存的力气 说着 堂堂锦衣卫 指挥时死在 阎家暗卫手中 会激起陛下的愤恨和不满 我是陛下的人 阎是翻动我 便是对陛下的大不敬 用我的命换阎家倒台 也算是我对下家的补偿了 陆经忽然眼神一亮 望着前方 弱弱地说了句 我来找你了 你还在等我吗 话音刚落 他的手便捶了下去 心下立刻探住了他的脉搏 没了跳动 看着越来越冷的人 惊吓心中五味杂陈 怎么会这样 他该原谅他吗 他万万没有想到 就自己一命的 居然会是陆毅的兄长陆金 一时间他失神了 陈福和锦衣卫抓捕了现场的黑衣人 询问金夏 夫人 这些人该如何处置 送往北镇福斯 暗杀朝廷命官 陛下定会秉公处理 陈福按照金夏的吩咐 将活着的人送往了北镇福斯 同时又派了一批人收拾现场的尸体 金夏失魂落魄地看着血腥的现场 他的脑袋嗡嗡作响 仿佛回到了下家被害的那一日 忽然 他被一双强有力的手臂揽入怀中 熟悉的味道 让他猜到了来者 只听见他悠悠地问着 你怎么回来了 林润呢 放心 他已经安全上潮 对不起 你受惊了 是我对不起你 我没保护好你兄长 陆毅摸了摸金夏的头 安慰道 不要自责 兄长给我留了遗书 他并未为了救你 而是为了扳倒颜家 他以自己的命为棋子 下了最后一盘棋 陆毅 你说 我是不是太狭隘了 居然一直和兄长他较劲 不是你的错 凡是皆有因果 不要想那么多了 陆毅 其实 我早已经原谅兄长了 要不然 我不会跟着你回到陆家 兄长说的道理我都懂 他那一封信 不足以让下家获罪 真正让下家灭门的是 陛下的疑心 正所谓 半君如半虎 君心难测 陆毅安抚完金夏 亲自将兄长的尸体 抬回了他所在的院子 这里是兄长和大嫂成婚的地方 他想 最后的一刻 他一定会想要回到这里 陆毅安抚完美 陆毅安抚完美 陆毅安抚完美